好 開始錄影了 請你把我的手錄 那個 因為我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還是把它錄影起來 如果說萬一你們 就比較容易複習 當然我不知道 故事今天有帶回去看的其實很多 但是就是 可以做的 好 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一 還不是上禮拜 這禮拜一我們做一個 ST圖跟VG圖這個 沒錯 對 在 ST圖 對 還有VG圖 什麼是ST圖 位置與時間 位置跟時間 這是位置 錯 這是什麼 速度與時間 速度與時間 速度與機器 這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 ST圖 假設ST圖我看到了 這樣子一個現象 比如說 這讓它從圓點開始移動 好 好 這樣子 我們就說 需要在哪個地方 它幾乎速度為移 在哪個地方 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 在哪邊 第一次下降之前 第一次下降之前 你說這邊 那個頂 這個點 這個頂點這個地方 速度就為移 因為你看 這瞬間是不是幾乎 速度都在同個點上 那為什麼要同個點上 這個下降 然後再上 這邊 第二個點 它的速度幾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點 畫下來 來畫 對應下來的時間 這個叫做T1 就是T2 好 T1的速度是多少 0 所以我應該點要畫在哪裡 我在這邊要畫個速度 速度對時間的圖 我應該怎麼畫 從上面往下 我說就這個點 T1的這個點 它速度是0 最後應該畫在哪裡 0 畫在0 是畫在這裡 對 那T2這個地方的速度是多少 0 這邊都畫在0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速度是很快 還是速度從快變小 還是速度是從小變快 大變快 小分小 快變小 小分快 就是小變快 這邊速度是很小 不是 不是 速度在這邊要開始 是斜的程度 我們都知道這邊斜的程度 幾乎是大變 對 所以怕幾乎是0 對 不要速度是很大到變小 對不對 所以速度在這邊要畫的話 你認為是 這樣的區間比較好 來這樣的區間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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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哪一個 123哪一個 2 3 2 3 所以是 這是3 這樣子 2 2 2 3 2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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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1 那子儀要不先講 哪一個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可能性 在自常生活中比較可能發生 黃色的 哪一個 第三個 這一個 白色還是黃色還是藍色 你覺得哪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跑下來 速度 它從速度很大到速度很小 所以這邊是速度有的速度啊 到速度為0 你剛剛在那個頂部有速度對不對 速度是到這邊是變0的 是不是 被你發現了 所以是 好 哪一個比較不可能的 我們跟我這樣講 白色比較不可能 白色比較不可能 你這種白色比較不可能 OK 那你認為是黃色的 我認為是黃色的 那你們兩個認為是藍色的 那你們兩位呢 速度 它的速度是越來越慢 速度越來越慢 對不對 看得出來吧 速度是不是越來越慢 所以速度越來越慢是 帶一種速度這樣越來越慢 這三條線都速度越來越慢對不對 對 是吧 前面這個速度幾乎是沒有變的 然後越來越快的改變 前面的速度是幾乎沒有改變的 但是在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速度有沒有改變 有 改變的有點不慢 前面沒什麼改變 前面速度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到後面是不是改變比較多對不對 沒錯 所以看起來比較像藍色是不是 對 看起來比較像藍色 這樣懂意思嗎 走 哈囉 你還好嗎 ok 好那接下來到 T1到 T2這一段會怎麼改變 我怎麼知道 會往下 速度越來越向頭上 T1到 T2 T1到 T2 看一下 這邊是五為0 這邊是五為0 所以是一開始從這邊到這邊 沒錯 所以他只能夠兩個可能性 或三個可能性 可能是這樣子的改變 可能是這樣子的改變 中間那條藍色不可能 藍色不可能 藍色不可能 黃色呢 可不可能 有可能 黃色有可能嗎 講一下 黃色還是白色 白色 白色對不對 這是白色 為什麼 因為要兩下 為什麼 它往下 它是減速之後 五下就比較做 減速 其實簡單來講 它位置往回走 往回走的速度是負的還是正的 負的啊 負的啊 往上走 往前走是正的 往回走就是負的 對不對 所以速度是負的 是不是會在 這個橫坐標下面 才是負的 對 好像很合理 合不合理 合理 所以速度最快是哪一個點 最快是這個點 最快 對 時間在這個點上 是不是速度最快 對啊 我們講說最快 就是它的絕對值最大 就是速度的變化量最大 是不是 你看就在這一點 它平的到平的中間 已經這邊的斜率最大 這些速度最快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講斜率最大 都沒有管它正路子 這樣的斜率 跟這樣的斜率 都還蠻大的 那這樣的斜率 跟這樣的斜率 都還蠻小的 只是一個正的斜率 對不對 這邊是正的斜率還是負的斜率 負的 正的斜率 這邊是負的斜率 負的斜率 所以負的斜率代表速度是負的 正的斜率代表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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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所以我們同意 我們的速度曲線大概是這個樣子 到這邊 對不對 對 對 那現在往後咧 怎麼樣 就往上 速度又變快 對不對 變快到這邊 好像之後 從這一點之後 好像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是不是 從這邊變快之後 好像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大概從這附近開始 等速度 所以速度會怎麼化 往上 然後平的 往上之後平的 所以可能是 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Vt圖 好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那裡講過 V等於 delta t分之delta s 記得嗎 記得 記得 那我們就可以講到delta s 會等於Vdelta t 對不對 對 這什麼意思 第一句話 黃色這個公式時代的什麼意思 我們說我們速度等於什麼 對 時間的變化 太棒了 位置的變化 對 處於時間的變化 位置的變化 處於時間的變化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手的轉 比較好 時間轉 好 同樣的道理 那我们这样子再画得到这一路面 ΔS变成BΔT 这就要怎么解释 位置的变化量 准于速度 可以十分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上次讲过 这就是BG图上的面积 记不记得 记得 所以假如我现在画出这块面积 这块面积代表从哪边到哪边的距离 那边到哪边 那边到哪边到哪边 0到7万 0到7万所走的距离就是这一段 说得好 这一段所走的距离 这个面积会等于这个高度 懂意思吗 这个面积你现在不会算 但是你有感觉就好了 知道这个意思 那这块面积代表什么 7万到7度 这块面积代表它往回走的距离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你这样画下来 我这个面积代表什么 低度到距离 好 低度到这一点 对不对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个距离 OK 所以这是ST和BGP之间相对的关系 你这样有概念吗 有 有概念吗 OK 所以 你说 桌子上面在滴嘴 桌子上面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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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滴嘴 它在中间滴嘴 对啊对啊 那个是下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接下来 今天要进入所谓的加速固域 嘿 还有第二个 二个都要追胶 干赛啦 来 这是BT体 加速运动应该怎么划线 怎么划它的执行 会比较像加速运动 它要斜 从原点 然后斜直线 对 从原点斜直线上 这是加速运动 没有 是不是 这是加速运动 这是加速运动吗 是啊 是 OK 那请问一下 这样受不了加速运动 不是啊 这是减速度运动 在我们的物理学上 我们不讲减速度运动 你说什么 负的加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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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减速运动 不不一样 基本上 我们不特别讲减速度运动 因为在整个翻译音词上 没有所谓 叫做减速运动 通常就是 跟着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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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译上叫做acceleration 它那一加速运动 我们的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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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制裁他 我在上課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只能說這叫做負的加速度運動 不叫做減速度運動 那接下來我再問一下 那我這樣算什麼 這就是負的加速度運動 這樣子可不可以 所以真的加速運動 這些這四條線都有一個特性 你要做什麼 這叫做的加速度運動 好 什麼概念 我們學到一個新的名字 不知道就可以拿什麼概念 簡單來說 我畫兩條線 這個時間 在我們看這個黃字的部分 你是不是得到兩個點 會得到兩個速度 這是負的加速運動幹什麼 從T1到T2這兩個時間 這個速度減得這麼多 對不對 好 你可以預測嗎 我同樣講這個時間差 這個時間差跟這個時間差是一樣的 我是可以預測他減的速度會一樣多 對吧 這就是說 隨著時間變化 他每次加或減的速度相同的時候 就會做 加速運動 好 同意思嗎 同 所以這個線代表直線 這是用直線表現的 如果說在ST圖上 你看到一條整 一條線 直線 我如果在VD圖上發布這條直線 我怎麼畫 一個橫線 就是一條橫線的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不管多久 他每單位時間 走的距離是固定的 你看每單位時間 我又畫 固定的時間長 你看這個時間長跟時間長 這時間所走的距離 是這段 對啊 這時間所走的距離是這段 嗯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 跟這一段相同 這叫做 單位時間所做的距離 位置改變是固定的 這叫做小步驅逐移動 清楚嗎 清楚 你最好不要再忙別的事情 這不是很擔心自己 你現在上課 你可以先同一個上課的過程 好 所以我們只要看這個線 直線 怎麼說 這叫等加速度運動 在SP圖的直線 代表的是 速度相同的運動 既然這是一個連續式 再往下走 好 所以假設 我這邊要套出AT AT 什麼叫AT ACERATION ACERATION 對不對 A就是加速度 我想套出這四條線的加速度運動 請問一下 藍色的A大概會在哪裡 橫線 橫線 這次的水明頭 上面水明頭下面 上面 好 白色這條線會在哪裡 平的 平的嗎 橫線 等一下 橫線 是不是就是橫線 是 橫線 會在這條藍色的上面 還是這條 下面 為什麼在下面 因為它怎麼會在哪裡 不是喔 這個線要看什麼 這個它為什麼會在哪裡看什麼 原點 開始的線 是讓它看血液嗎 記不記得 我們在這邊 要畫出這條線 這條線的位置 這條線的位置 是跟誰有關 是跟血液有關 我如果同樣 假設我同樣 從這邊出發 我另外一個人 是在運動 我要畫他的面子 會畫在哪裡 上面 會畫在這條白板的上面 對不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覺得比較 因為它每段位 時間 鎖走的距離比較遠 對 白色的 每一手 這樣會鎖走的距離比較近 比較近 代表速度比較慢 走 每當一邊說 走的距離比較遠 待會兒速度比較快 懂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藍色的線跟白色的線 誰的血液比較大 三個 白色的 白色的血液比較大 看起來一下 大一點點 好 那就大一點點 所以在上面一點點 OK 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你覺得藍色比較大 沒問題 那是誤差 我都刷了差不多 幾乎重疊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橘紅色的這一條 要畫在哪裡 這條面 要畫在下面 是 水瓶頭的下面 對不對 對 對 好 那這條線呢 這條面 下面是在橘紅色的下面 還是橘紅色的上面 一樣 所以 上面 它好像比較平 它比較平 你要平完 你就在上面 我覺得 這樣沒有問題 這叫做等加速度移動 這是AD圖 它是平 但是基本上 我們在群運動學 基本上 比較少用AD圖 我們用到SE圖 就已經很多了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除了等加速度之外 有沒有別的運動 有 什麼運動 這個 等速度 流度運動 什麼叫流度運動 流度運動 三定律 什麼叫流度運動 三定律 流度第一運動定律 這是冠軍 第一 你不用講這些 我現在問你說有沒有別的運動 我們現在學過 靜止不動 等速度運動 等加速運動 還有什麼不同的運動 沒有 籃球 有 那假如我再換一個運動的運動方式是這樣子 穿欠 抽離 喜歡它什麼運動 不等加速度運動 不等加速度運動 沒有東西 不等加速度 喔 它有加速度 有沒有加速度 有 喜歡它們等速度的時候 有 在哪裡等速度 最前面那一小 你坐好 蛤 在哪裡有等速度運動 紅色最前端 最前端這裡 在後面 這裡嗎 沒錯 在那個橫線上 幾乎協力為領的地方 對不對 協力幾乎為領的地方 等速度運動 同不同意 同意 喔 等速度嘛 速度固定了 速度固定 在這一瞬間喔 在這一瞬間 有等速度運動 這個摩文特 這個摩文特 等速度運動 什麼 加速度運動 比較多的 加速度 可以變慢 加速度 你可以變慢喔 減加速 它會變成 速度的加速度 你看看這個 橫色這個 這速度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再做一個 速度的加速度 速度不會很一樣 速度不能一樣 速度不能一樣 有加速度運動的話 速度不會一樣 它會在做變化 但是就這個紅色的區間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兩個瞬間 這兩個瞬間 它的速度基本上沒有變化 好 懂意思嗎 懂 就是在這邊 它基本上去移動 就在這個摩文特 好 好 對 我一直問我嗎 好 一直在那邊玩那個東西 然後打 對 它的小友具就說 好 你有盾 它 人家可以第一次上特殊 對 因為我高層熱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想一下 想一下 我們在地球上 我們如果拿個橫筆 往 手放開之後 它掉下來 對啊 它是什麼運動 它是 加速運動 加速運動 是等加速度還是不等加速度 不等加速度 那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這件事情 越來 越來 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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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速運動 你等加速運動 還是會越來越快 再來 藍色 白色 橘紅色 跟這條白色 這四條線上 哪個運動是越來越快 每個 不是每個 喔 好管喔 反正看起來有什麼 不是每個 越來越快 想一下哪個越來越快 都做越來越快 哪個 哪個 這條是越來越快 更有問題對不對 嗯 這條是越來越快 媽 有 這條越來越快喔 它速度是 負的越來越大嘛 嗯 負的越來越大 負的越來越大 反正越來越快 你方向中向而已 你方向右邊嘛 是不是 是不是越來越快 那像橘紅色的 是越來越快還是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然後越來越快 OK 非常好 越來越慢 到這邊速度為例 速度為例 什麼意思 就是靜止不動 幾乎是靜止不動 對不對 它在瞬間靜止不動 然後咧 所以它是 從 它本來是往邊運動 然後它速度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停下來之後 它開始往邊運動 對 什麼時候呢 你看這個分別喔 往上丟 然後在高空的一個點 在高空那個點 就這個點喔 速度是幾乎為例 欸 對不對 它往上丟的時候 你看離開我手速度不是很快 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到這邊 停止 然後開始呢 擺方向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是不是這樣 對啊 對 所以 剛剛 灌成槍 加速度運動 一定等於越來越快 這樣對不對 喔 對喔 這條線是沒有等到的 你要灌成槍 我們只要知道 速度有沒有變化 速度有變化就叫加速運動 前後時間速度有沒有變化 就是加速運動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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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是越變越快 越變越慢 這邊我們就必須去思考 怎麼思考啊 所以我想知道 這個加速到底是什麼樣的加速 很簡單喔 我們就一樣取兩個點 這個點叫做T0 還是T1 這點叫做T1 T2 這兩個點有對應到的速度 看得見嗎 對應到的速度 這點叫做V1 這點叫做V1 看得到了 好 什麼 你看得懂喔 V2 V 哪一個 小姐的V R 是嗎 插掉了 或者是重畫一下 對啊 因為那邊亂 因為就是在彈不在一桶 對啊 很好的需求齁 沒有需求我們就盡量配合 好不好 可以重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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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個重畫 你 進 藍的咒雲你覺得很快嗎 對啊 幹我多咧 好來看一下喔 你還丟 這是一個V1 D 我想知道他的 加速多少時候 其實很簡單 或是要定出兩個點 隨便兩個點 不要再玩了 好 對 這是T1 T2 我對應到這邊 是不是得到一個V1 對應到V2 嗯 蛤 這是小寫的B 對 然後小寫的B 這是大寫的B 你們寫過小寫跟大寫嗎 有啊 寫過嗎 A 這是大寫的A 這是小寫的A 真的 對 修練英文課的時間 你閉嘴 所以你知道 真的衝到U 我現在跟你講他的V嗎 我問你講幾遍 他是V V V 動你的腦又知道他的V好不好 他沒有喊你啊 那這樣他就沒用嗎 這個 我當你腦袋裡面有一個想法 但是你知道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有碰到不同的老師 不同的學景環境 這不怎麼喊的啊 像是不同的課本 甚至不同的課本 是啊 我們有辦法 甚至不同的課本 有 課本上說寫的東西 在這個課本看他跟另外的課本看他 但他還是不一樣 你必須當下去澄清 現在代表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他是V 他就是V 這啊 你不要腦袋裡面說他是V 他就是V 因為每個地方寫的都不一樣 對 你以後大學 你以後大學 你看到深入提前大學 老師說這本是教科書 這八本是參考書 你看到這九本書 長得都不一樣 他叫什麼 九本書 我告訴你他的V啊 他就是V啊 他叫什麼證 不用證明 不用證明 我已經告訴你他的V 不好意思啊 說什麼證明 不要這樣 這不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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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兄弟的題目 他就是V 他就是V 所以我現在想知道這東西的速度變化量是怎麼樣呢 我怎麼做 我們參考一下剛剛的在做速度的部分怎麼做 速度我們說 我是 delta s 除以delta t 對不對 在這邊就是說 我會把 s 那如果要算的話怎麼算 v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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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 除以什麼 除以t2-t1 t2-t1 v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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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時間為0的時候呢 剛講的是秒 時間為0的時候呢 我測到他的速度是 0.889加8秒 速度是2 每秒2公尺 我在t等於3的時候 3秒的時候 我測到他的速度等於-5 每秒2公尺 請問 他的加速度等於什麼 啊 什麼 3 然後 -5 -5 -5 -2 -7 然後35秒 5-3分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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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加速度是 教你寫清楚嗎 哪裏 看個35招 好研究 ok 你不知道如果取手就好 我就告訴你那3s 因為 但是喔 因為我在寫的時候 我都講3秒的時候 我都講 3秒的時候 我都講 這是單位喔 單位 簡直跟線作文一樣喔 他媽簡直就是 等細胞都還沒 喔 同學 都完啦 在課 你們在看 他說 我們在教物理學嘛 你們腦袋要有物理學的概念 什麼叫物理學的概念 我比如說講一個數字 代表 如果一個 數學上講一個數字 他可能就只有數字 他沒有單位 對 他在物理學上基本上都有單位 我這邊寫0s 或者比方說05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疑問 我來想問 為什麼會寫0s 或05 什麼是05 我不知道 這邊寫35 欸什麼是35 我也不知道 你就可以問一下 什麼是35或05 那我如果你知道這邊寫0s 你就知道這是0秒 這邊寫35 就沒有道理啊 你這邊寫05 這邊寫0s 這邊寫35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道理 你就可以很清楚 判斷 這代表是3秒 3秒 那如果你不確定 就舉手 這麼簡單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好 在0秒的時候呢 數數是2 每秒2公尺 在3秒的時候呢 數數是-5 每秒45公尺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來 加數數就是 7 負3分之7 負3分之7 這就是斜率對不對 3分之7 好 單位是什麼 每秒 你看喔 這邊有每秒 每秒幾公尺 對不對 我們又除一個s 你看喔 這邊的 速度單位是不是這樣子 m除以s 對啊 我們的秒的 時間的單位是什麼 s啊 s 所以除起來 這個單位會變什麼 m m 然後咧 下面是0 s 除以什麼 沒東西 有啊 總會沒有東西 s 除以s 你怎麼約分掉的 你怎麼約分掉的 2分之1 除以2 等於什麼 除以2 等於4分之1啊 等於4分之1啊 s分之1 除以s 你怎麼約分掉的 你 勸打到自己嗎 你等於4分之1 等於4分之1 等於4分之1 s分之1 這是s分之1 這是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的單位就是這個 加速度的單位就是這個 這怎麼唸 呃 s分之1 每秒每秒公尺 蛤 每秒每秒公尺 蛤 每秒每秒公尺 有什麼概念 1個每秒 1個每秒 就是我們現在講加速公尺 後面的每秒是跟公尺在一起 6 5 這個速度 2 m除以s 這個你要怎麼唸 這個單位 每秒2公尺 每秒2公尺 對不對 每秒2公尺代表速度 那我現在有速度變化量 你想想 每秒速度變化量對不對 嗯 那速度變化量的單位是什麼 是每秒公尺 所以這叫 每秒 每秒2公尺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意思嗎 它還叫做 每秒 負 3分之7 每秒 3分之7公尺 負3 所以變 每秒每秒 負3分之7公尺 等等等等等等 剛剛同意思嗎 好 哪裡有那麼差 這是 休息啊 那今天要唸5個每秒 你要唸5個每秒 你不會有那種單位啊 怎麼會有每個公尺 5個每秒 會啊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速度怎麼唸 叫做 每秒2公尺 對 這個加速度怎麼唸 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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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3分之7公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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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按下速度 你 這樣問題嗎 鼻鼻鼻 我來追 這個B2-B1 對於你出手 因為我剛才看到 這個B2-B1 代表的是 後面的 減前面的速度 後面的速度 減前面的速度 通常來講 我們講一個狀態變化 你要去計算它 你看到哪 後面狀態是減掉前面狀態 A是插角 好 A是角 A是插角 A是插角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它叫做 負3分之7 每秒 每秒 負3分之7公尺 它代表什麼意思 每秒 每秒 它代表什麼意思 它有往 每秒 每秒 等 每秒加速 每秒 負3分之7公尺 每秒加速 負3分之7公尺 但是不是公尺 應該是每秒 每秒 會加速 負3分之7公尺 但是不是公尺 應該是 每秒 每秒 會 每秒 會加速 每秒 3分之7公尺 我剛剛講的沒有奇怪 對對對 其實中語講的 其實後面再重複一次 有一點 差 那個 其實 你都不覺得這是乾嘛 這非常干擾 是我的錯就對了 沒有錯 就是你的錯 是他好不好 你們不要鼻子這樣彎來彎去 如果你這樣會干擾 坐遠一點 長那麼大 你腦袋去看算 怎麼去解決這樣 不要怪你 閉嘴啦 對嘛 最廢的那個都閉嘴 好那想一下 10加速 閉嘴 剛剛終於把他的中文意思講出來 每秒 每秒 3分 欸 負3分之7公尺 每秒 每秒的改變量 每秒的速度改變量 是 每秒 負3分之7公尺 嗯 每秒他的速度改變 所以說我們到這個區域的時候 假如我問你 T等於1秒的時候 他的速度應該是多少 呃 1 3分之6 2又負3分之7 因為他0的時候是2 什麼叫做2 6 3分之6 3分之6 4分之6 4分之6 怎麼來的 因為 6 他2秒是那1分 負13 3又負13 3又負13 3分之3 3分之3 3分之負13 3分之負13怎麼來的 呃 怎麼來的 沒有 因為他秒的基礎是2啊 所以 如果他加1秒的話 他會加 負3分之7 所以多少 欸不對 我們有事這樣很容易 多少 喔 你可以不用告訴我答案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算 就是 什麼算 2 加 負3分之7 奇怪的數字 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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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秒之後嘛 他1秒鐘 會改變這麼多數字嘛 對不對 因為加速度的意義就是 每秒鐘改變的數字有多少 是不是 所以他每秒鐘改變的這麼多數字 同不同意 2.3分之3 3分之1 好 那我出的數字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 中間會卡到一些數字 我會把他找 告訴我 好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正常來講的一個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的東西 經過驗證 他說 一個東西 落下來 9 即 他的加速度 只有肉體的加速度 他不是等速度 他的加速度 速度會越來越快 對 你有感覺嗎 有 有感覺速度越來越快 他加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是 9.8 美感美感决定到公式 這是經過實驗的 這是一個在地球周圍平均值 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你的位置高一點 你的位置在低一點 位置結構不一樣 幹嘛 你最好是姿勢做好 你如果在上面不小心會睡著 就是姿勢要做好 你做好要拿回來給他 這邊都不丟人 完全拿著 那麼高砍的 所以我們身邊每秒沒有9.8公尺 每秒9.8公尺是我們的家族 這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現在也不足夠 我現在放開了 我放開了 一秒鐘之後 它的速度會變成多少 一秒鐘之後它會變成9.8公尺 上升速度會變成9.8公尺 每秒9.8公尺對不對 一秒鐘之後 向上向下 向下 兩秒鐘之後 會 9.8公尺 所以8.2 速度會變成 19.6公尺 每秒19.6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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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你多高 你都進過5秒 進過5秒就前1.5公尺 5秒之後是多少 5秒之後是多少 對 49.6公尺 每秒49公尺 19.8公尺 對不對 49.6公尺 好 我們先下降 要有新相機 所以 哎 我是超強 很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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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